大叔变美女 老头变小孩 拥有特殊能力的小雨 每天都在以不同的身份生活 今天虎将给大家带来的电影《内在美》 讲述了一个男子每天醒来身份都会截然不同的故事 男主小雨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每天睡醒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男人 女人 老人 小孩 甚至外国人 从性别到年龄到国籍 每天都像抽奖一样 小雨对这个麻烦的能力早已熟悉 每天挑选不同的衣物来搭配她的新身份 并且用视频记录下了不同的自己 而这一切还要从12年前说起 那年 18岁的小雨在某天起床后 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一个中年大叔 她十分害怕 哭着找到了妈妈 妈妈见到她这副模样 虽感震惊 但脸上紧接着浮现出了一丝忧虑 仿佛对她来说这一切并不意外 从那天开始 小雨每天都会拥有一个新的模样 上学自然是没有办法继续了 她只能守着这个秘密 努力适应不同的身份 这天 好朋友小博来找她玩 错把变身后的她当成了她的妈妈 没想到在两人攀谈的间隙 妈妈回来了 小雨无奈地向她解释了事情的原委 但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眼前的大妈竟然是自己多年的好友 在几轮问答之后 小博接受了这个事实 紧接着开启了小雨的玩笑 这个举动让原本独自痛苦的小雨也开始有了笑容 过了几天 小博突然气愤地向小雨说自己辞职了 因为自己所在的公司抄袭了小雨的私人作品 哥俩一合计 决定合作进军家具市场 由小雨进行设计 由她制作和贩卖 时间回到现在 邂逅了与自己兴趣相投的店员秀秀 她不仅漂亮温柔 对家具有独到的见解 甚至还对自己设计的家具情有独钟 这让小雨十分着迷 于是小雨每天都以不同的面貌去找她 随着对秀秀感情的与日俱增 小雨也想过和她表白 但因为自己变身的能力 她也在反复劝自己别冲动 但在爱情面前 冷静是不可能冷静的 所以她决定要在自己变成帅哥时去找秀秀约会 终于 小雨等来了这天 帅气的外表让她信心大增 于是她决定邀请秀秀 去自己的工作室共进晚餐 看到自己一直喜爱的家具品牌 秀秀的喜悦一余言表 欢声笑语中 两人愉快地结束了晚餐 小雨送秀秀回家后 再次邀约她明天共进晚餐 秀秀答应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虽然约到了人 可小雨明天起床就不是今天这个模样了 这该怎么解释呢 于是小雨定了七八个闹钟打算通宵 不睡觉就不会变身了 晚上拼命找事情做硬挺着不睡觉 白天以帅气的样貌去约会 然而小雨还是不小心睡着了 进来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叔 小雨来到约好的地方 看着秀秀焦急等待自己的样子 却没有勇气上前说明 只能眼看着她离开 小雨本想就此结束删除联系方式 却又收到了秀秀的信息 小雨不甘心就这样消失在她的生活里 想起秀秀所在的卖场在招实习生 她变身女生后 应聘到卖场 四季和秀秀解释 变身成女生的小雨 带着秀秀来到她们曾多次共进晚餐的工作室 她坦白自己就是小雨 并将自己记录变身的视频给秀秀看 惊慌失措的秀秀看着眼前的女生 不敢相信 这就是那个帅气体贴的小雨 秀秀说不清此时是惊讶更多一些 还是觉得自己被戏弄了 她提出以后不要再见面 随即转身离去 小雨无助地站在原地 可是过了几天 秀秀却突然找来 表示要和小雨同床共枕一晚 证实她所说的一切 第二天 秀秀先起床走进了小雨的衣帽间 看着各种尺寸 风格的衣物 饰品 各类护肤用品 和小雨电脑里的饰品 她开始动摇了 这时小雨醒了 秀秀看着面前这张陌生的脸 确定了小雨说的是真的 也发觉自己所在意的并不是她的外貌 于是她选择接受小雨的秘密 并开始与不同模样的她约会 每天一起录视频 他们约定 以后见面时 小雨会主动牵秀秀的手 这样就能认出她了 在一次约会中 小雨恶作剧 让秀秀猜哪个是她 看着过路的人们 每一个都那么陌生 无力和不安一下涌上了她的心头 这时 一个男子握住了她的手 她惊恐地回头 看到的又是一张没有见过的面孔 她知道这个人是小雨 可是一次又一次 强迫自己接受小雨不同的身份 让她委屈又害怕 看着这么在乎自己的秀秀 小雨决定求婚 并亲手打磨了一枚戒指 在两人独处的时候 小雨试探着问秀秀 是否想过结婚 却被委婉地拒绝了 在送秀秀回家的路上 秀秀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她不知道该怎么向周围的人解释 也因为认不出小雨 经常感到不安 便越说越激动 突然秀秀开始感觉不舒服 慌张拿出药 却不小心吃了过多的量 被送到医院后 小雨才知道 原来她和自己交往 压力过大 一直在吃药 伤心的小雨找到妈妈倾诉 妈妈却对秀秀的做法并不惊讶 原来小雨的爸爸也有变身的能力 当年妈妈在知道真相后 以为可以和小雨爸爸一起坚守 没想到妈妈和秀秀一样 需要吃药来抑制心理的压力 而这种症状 只要分开就可以缓解 最后 愧疚的爸爸留下了一笔钱离开了 小雨和爸爸做了同样的决定 在一个血液提出了分手 从秀秀的生活中消失了 秀秀的生活虽然回归了正常 可是和小雨在一起的回忆 却时刻萦绕在她的脑海里 她决定勇敢一次去找小雨 虽然面前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 她却认出了小雨 不顾一切地抱住了她 两人终于确认了心意 在河边 小雨拿出那枚为秀秀打造的戒指 向她求婚 两个人带着对彼此和未来的肯定 永稳在一起 明明是同一个人 可每天都是不同的样子 这该是多么困扰 看到勇敢的秀秀 虎将不禁感叹 比起不变的外表 始终如一的内心才更加可贵 愿我们穿过外貌 拥抱每一颗真心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见